哈啰 大家好 又是我何仙姑 我们今天就煲白粥 首先我用了珍珠米 洗干净 然后我就下少许油 少许盐 水就盖面浸一浸 我通常都会浸30分钟以上 你浸久一点也无所谓 我请姐姐用印尼画说一次 这里我下了一杯米 好了 等姐姐说一下 我现在要煲白粥 放入泡沫 然后放入泡沫 再加水和泡沫 然后放入泡沫 可以放入泡沫 然后我们就预备一煲滚水 一大煲滚水 为什么你会见到有泡沫有油在面 就因为刚才我浸米里有些油的水 所以我倒了少許下去 現在水滾,我把米倒進去 這部分我又找姐姐說一次 把米倒進去 如果已經倒進去 下面的水滾少許 但不可以煮 煮的時候,把水滾進去 加上米 一杯米 起碼用了2公升水 煮的時候不蓋蓋 現在先煮起,用大火煮起 然後用小火慢慢煮 這樣就不蓋蓋了 可以煮 剛才你看到我們攪一攪 我們先攪一攪,讓它不容易黏底 就是這樣 一大火有很多泡 泡都浮在上面 小心,這裡是黏底的 我們快快手去攪拌 然後這裡我就開始 轉中慢火,慢慢煮 不蓋蓋,現在是慢慢煮 煮大概45分鐘以上 煮到米都開花了 這樣就差不多可以吃了 繼續慢慢煮 繼續慢慢煮 有時候我們煮這個粥 或者給妹妹加些瘦肉下去 這樣就變成瘦肉粥了 但今天我們就是純粥白粥 好 這樣就用了一個 鍾鍾鍾鍋的火 不要太大 因為大火很容易 就水滾了 又乾了水 這樣就會麻煩一點 這樣就不蓋蓋 慢慢繼續煮 這樣就搞定了 吃得了 我們煮了大半個小時 回來看一看 始終你開火都要安全一點 如果煮了大半個小時 水都會少一些 順便攪拌一下 之後如果我們一早浸了 省了柴火 差不多都有機會熟 這樣變成你就可以快點吃得了 大家小心點 看清楚 這樣就是這麼簡單 大家都嘗嘗做 多謝了 拜拜 好了 這裡已經看到我 水 剛才本來大半煲水 一路就低到下去 這樣已經差不多搞定了 看一下 如果你想吃稠一點 然後就可以再煮久一點 如果你想有一點點水 即是有些米水 就差不多可以吃得了 如果你覺得不夠鹹 就可以再加一點鹽 我就吃得淡一點 那就差不多了 那你們都試一下 好簡單 拜拜 就這樣來吃 如果要做一段時間 就差不多了 樓梅 就上一整個 你去煮熱